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叙利亚叛军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后,今,21日从大马士革东北方开始撤离至叙国北部。 估计共有3200名武装分子,与其家属向北撤离。 综合外媒报道,叙国总统阿塞德为维护首都大马士革的安全,上周已将大马士革郊外的叛军最后主要据点东谷塔区,Eastern Outer。 收复叙利亚国媒体今日指出,叛军大马士革40公里的东卡拉蒙区,Eastern Kalamon,与政府达成协议,将与其家属,离开埃鲁海巴,L.Ruribir,杰鲁德,Jerud,和阿奈西里亚,L.Nivrya,并牵移至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布,Idleb,与贾拉布鲁斯,Dareplas。 叛军则表示,在俄罗斯越来越密集的炮轰下,叛军被迫进行谈判。 叙利亚人权料望台组织,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,表示,在协议达成后,巴士已驶入东卡拉蒙区再驱逐叛军后,阿塞德也将目标转往流窜伊斯兰国,IS,势力的首都南部。 虚国政府军也在近日,为了清除圣战室,针对位于首都南部的雅木克,Yarmak,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轰炸。